犹达书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伯的兄弟犹达 志书给在天主腹内蒙爱 为耶稣基督而保存的蒙照者 愿仁慈、平安、爱情 丰富地赐予你们 亲爱的 我早已切忘给你们写信 讨论我们共享的救恩 但现在不得不给你们写信 劝勉你们应奋斗 维护从前一次而永远传与圣徒的信仰 因为有些早已被注定要受审判的人 潜入你们中间 他们是邪恶的人 竟把我们天主的恩宠 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否认我们独一的主宰和主耶稣基督 虽然你们一次而永远知道这一切 但我仍愿提醒你们 主固然由埃及地救出了百姓 随后却把那些不信的人消灭了 至于那些没有保持自己尊位 而离弃自己居所的天使 主也用永远的锁链 把他们拘留在幽暗中 以等候那伟大日子的审判 同样 索多玛和哈摩拉及其附近的城市 因为也和他们一样 自意行淫 随从逆性的肉欲 至今受着勇火的刑罚 作为见解 可是 这些做梦的人 照样玷污肉身 拒绝主权者 亵渎众尊荣者 当总领天使弥娥尔 为了霉色的尸体和魔鬼激烈争辩时 尚且不敢以侮辱的言辞下判决 而只说 愿主斥则底 这些人却不然 凡他们所不明白的事就亵渎 而他们按本性所体验的事 却像无理性的畜生一样 就在这些事上败坏自己 这些人是诱惑的 因为他们走了佳音的路 为图利而自陷于巴郎的错误 并因科拉黑一样的叛逆 而自取灭亡 这些人是你们爱印上的污点 他们同仁艳乐 毫无廉耻 只顾自肥 他们像无水的浮云 随风飘荡 又像晚秋不结果时 死了又死 该连根拔出来的树木 像海里的怒涛 四下飞溅他们无耻的白布 又像出轨的行星 为他们所存留的 乃是直到永远的黑暗的幽冥 针对这些人 亚当后第七代圣族 哈诺克也曾预言说 看 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将来 要审判众人 指正一切恶人所行的一切恶事 和邪辟的人所说的一切 亵渎他的言语 这些人好出怨言 不满命运 按照自己的私欲行事 他们的口号说大话 为了利益而奉承他人 但是你们 亲爱的 你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宗徒 所预言过的话 他们曾向你们说过 到末期 必有一些好嘲弄人的人 按照他们个人邪恶的私欲行事 这就是那些好分党分派 属于血肉 没有圣神的人 可是你们 亲爱的 你们要把自己 建筑在你们至圣的信德上 在圣神内祈祷 这样保存你们自己 藏在天主的爱内 希望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慈 入于永生 对那些怀疑不信的人 你们要说服 对另一些人 你们要拯救 把他们从火里拉出来 但对另一些人 你们固然要怜悯 可是应存借据的心 甚至连他们肉身 所玷污了的内衣 也要憎恶 愿那能保护你们不失足 并能叫你们无暇地 在欢月中立在他光荣面前的 唯一的天主 我们的救主 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获享光荣 尊威 主权和能力 于万事之前 现在 至于无穷之事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